大家好 大家好 大聲一下 市長好 萬木山喜安宮 慈福王爺海上繞境 借用市長謝國良晚間出席平安晚宴 和地方士生 民眾和廟方 一起祈求接下來的中元祭能夠平安 那我們今天來參加這個平安宴 也是希望大家在海上作業也好 水上活動也好 都能夠平平安安 同組也非常熱情邀請我來參加 所以我們包括林頂昭處長 包括我們蔡科長 大家都積極參與 我想我們跟地方的通力合作 不論海上是我們的 海洋是我們的母親 但是海上不管是商運或者是漁業 或者是我們現在推動的觀光旅遊 最近也請我們林處長去日本橫濱去參考 這個水陸兩棲的觀光巴士 我們在這方面都希望這個能夠提給市民 更多的好的一些體驗 但是過程中平安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們今年中元祭的一個主軸 所以來參加平安宴 受到邀請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白天來到萬物山漁港 鞭炮聲此起彼落 此父王爺在大批信徒和二十多艘的漁船陪伴下 浩浩蕩蕩出海巡視熱鬧非凡 內政部長林又昌議長同志委議員宋偉力 親自出席此父王爺巡江後安坐儀式 現場不少文史工作者也來參與 共同見證紀錄一年度的王爺繞盛事 爸爸我當阿公那邊 一直傳承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一百多年了 以前是比較去的比較嚴 去到盆家儀 現在就沒有了 以前去過大陸都有 最近船比較小隻就沒辦法去 大陸那麼方便的就是不允許 是這樣我們已經傳承很久了 因為最大的目的是怎樣 我們是繞進到近海 保護移民平安 移民大家能夠賺錢 大家豐壽大豐壽這樣 其實外木山這邊 邪安宮這個周邊 我們有非常多的同事的親戚 所以像主委也是我要叫阿伯 然後我們這邊都是姓童的親戚 我們同家本家非常多的親戚好朋友 都在這裡生活 然後漁民 所以我第一次有這個容器 來參加我們寫安宮的這個文化盛世 那我剛剛理解 我們這邊大概有這個 繞船 然後祈求漁民平安的這個 這個大概已經有歷史五十年了 那這個王船其實是一百年前 當初有一個這一艘船飄來這邊 然後船上面有一尊王爺 所以漁民就掛揮來看看能不能來寫安宮 來一起來保佑 所以就一直長期的文化累積下來 就變成我們地方的一個文化盛世 那它繞船會繞到周邊的幾個漁港 然後幾個漁港的那個廟也會回禮放鞭炮等等的 我想這樣的文化盛世值得我們來參與跟傳承 也希望未來我們可以持續的跟我們的阿伯 那其實每年都有這樣的活動 那其實每年都有這樣的活動 那主要是祈求這個 國太平安封條與順 然後希望我們漁民喔 然後希望我們漁民喔 出海 然後都能平平安安的 然後漁獲都滿載的回來 然後讓大家都有豐收的一年 對 然後今天有這個平安演 那主要也是因為 就是大家其實從早上六點多就開始準備 然後今天有二十艘船 然後陪著王爺 然後去尋港 然後也慰勞大家一天的辛勞喔 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的平安演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喔 可以讓這樣的活動 讓不是只有我們基隆人知道喔 也可以希望讓更多外縣市人知道 其實我們基隆除了有手管劑之外 然後還有這個師傅王爺的這個王爺劑文化劑 然後其實我們下個禮拜 還有這個正式的手管劑正式登場 對 然後希望更多的這個遊客 可以來我們基隆來看看 來玩玩 然後體驗我們的很多的文化之旅 原本因為颱風來襲 延後一周的王爺海上繞盡 熱鬧非凡 絲毫不受到影響 也讓大家在疫情之後 體驗基隆特有的宗教文化盛世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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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